气温骤降 民众在家赶紧打开冷暖气机 调整温度 切换成暖气模式 不过按来按去 温度该调整多少才能温暖又省电呢 25就可以了 25到26度左右 就怕开一整天电费爆表 专家建议便平式冷暖气机 设定在20到26度最为省电 一旦超过26度 恐造成压缩机损坏 反而更耗电 但万一家里没冷暖气机 又该怎么选择 卤素灯电热扇一打开 立刻感受到温暖 价格一两千块 每小时用电成本只要一两块钱 保暖范围小 耗电量也最小 铺上电热毯 全身暖呼呼 一条价格一两千块钱 相对不耗电 至于烘焙机 一台两千到三千块 虽然较省电 但使用范围有限 再看看煤油暖炉 要价五千到一万 电油成本也最贵 叶片式电暖炉 一台三千到一万元不等 每小时用电成本 二点七到五点四元 是所有电暖器中最耗电的 叶片越多 相对于它加热就越快 加热的时间会比较长 甚至可能要到先预热 半小时 甚至到一小时 冷气团来袭 民众把家里暖气准备好 除了要保暖 省电也是一大重点 记者杨森王百英 台中自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